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上一集就有同大家講過這個澳門外賣平台的故事。 就講到疫情之下澳門這邊多了三倍人入行做外賣, 現在連女仔方面都是多了人去做外賣。 上一集就講到平台就有合約或懷疑減收入問題出現。 而今集的資訊更加之厲害,就是不出糧。 根據網上影片就說未出糧,跟著公司就被車手圍住了。 而根據影片或網上圖片所講,好似連商家的錢有時都還未找到出來。 在下面留言更加之有網友說是十五日找一次數, 還說自己是做了一萬多元的單,但平台又找到一千元給他。 跟著還跟他加多句,說商家都要出退休給客人。 如果是這樣的話,臉皮真是幾厚。 而其實澳門來說,這些外賣平台不出糧或持找數給商家其實都不是第一次。 再加上澳門的市場其實又不算好大,跑進其實都是那十幾萬人。 理論上是吸納不到太多間外賣平台,也支持不到他們生存。 再加上經濟差,你做外賣又無任何門檻, 基本上只要你有的田單車就可以自己送外賣。 特別今年都可以講得上外賣員的數量噴井式上升, 但這些平台在賺多錢的同時, 有沒有為他們的員工做好所謂的員工保障或底薪制度呢? 還是只會壓榨他們呢? 這方面我就不清楚了。 還有,有一點好奇怪的, 不知是外賣員被人欺負還是怎樣? 按照我收到的資訊或網上討論, 好似都說是不可以看自己原本的合約那樣的。 這點我就真是不太明白了, 因為正常合約來講是一食兩份的, 到底是外賣員不見了他自己的合約還是得一份合約呢? 網上的資訊由於未證實, 我都不方便不可以講到太多東西, 如果你們有資訊的話都可以提供一下給我的, 我都可以看看報不報到出來的。 跟著我再講返我近來在澳門見到的亂象叫做, 之前有人吹個風, 就說有些外賣平台是好想可以請到勞工來送外賣的。 而在最近,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, 其實好似是多了人踩單車送外賣的, 我不知道這些人是澳門人還是什麼人, 但其實踩單車送外賣在澳門來講是相當危險, 一些路太窄,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的平台是可以容許他們開單車送外賣, 不過我都不排除有人是未有電單車牌的, 但又要賺食, 所以就用單車去送先, 不過你們認為這個可能性又高不高呢? 由於沒什麼證據, 我都不敢亂下定論, 這部份由你們告訴我, 我只知道這樣來搞的話是好危險的, 但如果是澳門人的話, 或是賺食其實都真的沒辦法。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, 如果再有什麼新的資訊就會再同大家分享過, 大家有什麼想講就在下面留言, 記得訂閱和給個like我,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